立法院设复未还委员会28号审查空污法修认草案 深澳燃煤电厂案再呈朝野攻防焦点 国民党立委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了 必须要再受深澳电厂空污影响的北北基 至少召开一场公厅会 先做健康风险评估 进行海域环境生态系统调查及水下文化资产调查 解决新北市合法燃煤许可问题 以及重新召开环差会议等11个临时提案 并要求进行表决 会议主席民进党立委邱太元 眼见现场民进党委员人数少于国民党 在临时提案宣读完毕后就宣布休息 随即离开议场 提案无法表决 国民党立委陈一鸣 蒋万安等人纷纷痛批民进党打假球 休空无法 立委却出席不踊跃又不敢表决 而自称到场维稳的民进党立委员党团总召柯建明 则要国民党不要胡乱提案 我们的署长又说要赶快处理空污 零题处理完就可以处理空污 结果呢 主席落跑 已经连署 而且要求停职讨论进行表决 是因为民进党的人都不见了吗 委员人数太少 不敢表决吗 如果没有共识 我们照程序走 就进行表决 如果表决书也没有关系 而不要无限期的休息 包括什么 环差等等 都在这个委员会表决过 一事不合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委员会已经进入主条审查 法案主条审查 没有什么临提不临提的 你就对法案内容有问题 你去一语修正 审公无法寻找主席 审公无法寻找主席 在主席不在场下 委员会只能一直休息 国民党正好拿出寻找主席的标语 痛批主席落跑 但也莫可奈何 央广记者杨元祥 张德厚台被报道